本场经验为第一赛段 第三场车门经验逃害战 本场两支战队的蒙面舞者将各自为战 此间全部蒙面舞者也经与来自古王冬立团的专业舞者 配队组合 他们将在本场新手 轮番上演 双鲁舞作品 每支作品表演结束 评审团现场投票 舞者得票轮番位 票高者安全竞技 票低者进入待定区 命名淘汰 上周 地表最强动员 团战获胜 他们每人可在本场 为自己的个人作品 额外增加三分 全部竞演结束 全场票数最低的舞者 将告别舞台 现场评审团 有三连猜评团成员 11位古王助力团的专业舞者 以及12位 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专业评审 共同组成 本场经验总票数 共计26票 现在出场的是 宗子伴遮面 和他的助力舞者 中央技职学院 舞帝系教授 国家一起演员 朱涵 这是他们师徒二人 首次同台合作 今天 他们将会带来一个 最专业 最极致 最高标准的 舞蹈作品 加油 对舞台最大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所以今天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们了 太帅了 技术再强那又怎样 有本事让这个舞台让你们过目不欢 很可爱 我们马上要通过抽签来决定首轮的出战顺序 你比较期待哪一支 三二一请公布你们的敬演顺序 最后出场的事故 怎么办遮面 抽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就有点担心 因为一般来说 现场及时打分 越到后来 大家会对作品的严苛度越来越高 他的这个作品是有种魔力存在的 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么紧张 他很松弛 在这个台上 你能看到一个正在比赛的舞者 蒙面舞舞者 他是以一个轻松和松弛的状态 在和你进行PK的时候 你会被他的能量给感染到 我就觉得 哇 他们好享受舞台 我也应该抛去那些紧张的想法 给第二位蒙面舞者 最后下雪的那一拍 是非常升华这个舞蹈的 所以他的这个舞蹈 我看到了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他为了舞台效果 付出了很多努力 稍微会一点 来吧 来 公子 来 正面 我觉得兔子的舞蹈 是在这个蒙面舞王三季以来 第一次出现的风格 所以他很勇敢 我觉得他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敢于尝试这种风格就是最棒的 谢谢 其实很难在这种风格的舞蹈当中 去加入那么难的托举 还能做得不突兀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棒 谢谢大成 那姐姐的舞台 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之前的舞台是那种特别拽的 今天他展示出了他手指末梢的那种神经的触感 还有我有注意到姐姐的脚背也很好 我很喜欢姐姐这个作品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刚才说的末梢神经的控制 接下来 我们 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对 对 对 凡老师这个作品我看得非常感动 从一开始他后面的时钟 包括他后面说的这个剧情我都看懂了 而且我很喜欢最后的时候把面具摘掉 我觉得那是一种解放自我和直视自我的一个过程 好 谢谢公子 我们要把舞台交给下一位无人屈玫瑰 我们来听一听在观战区的 尤其公子因为你还没有出战嘛 是 你有什么感受吗 看完之后压力好大啊 你骗人 真的真的 你明明吻得要死 这些人都卷得已经把这搞成桃李杯比赛了 我真的会泄 那我怎么办 你们都越来越往上 然后我就走路 你还没有出战区吗 这个无礼吗 这个 对不对 没有 一边 这个我一开始听说他要跳芭蕾的时候 我就说 好像没有看过他跳芭蕾的风格 然后这一次又加入了一些流行的东西结合进去之后 又和这么优秀的老师在一起 而且当中的这些托举都非常的完美 我觉得很棒 我的压力太大了现在 好吧 接下来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一名舞者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公子伴遮面 以及他的专业助理老师 我们请公子伴遮面 推荐一下你的这支舞蹈作品好吗 高山流水玉之音 彩云追月 得知己 把舞台交给公子伴遮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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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啷 出现小节 是谁呀 好好啊 哇哦 哇哦 哇哇哎呀 哇哦 嘿嘿嘿可以的有功夫 有意思看看 出法还是漂亮 哇哦 哇哦 斗舞 哎 哇 哇哦 哇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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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牛啊 哇 我一本全都起来了 高山流水欲知己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公子半遮面 来 如果喜欢公子半遮面的这支作品 请选择一号键 做好准备 投票开始 这是舞剧片段 是舞剧的片段啊 对啊 之一 关键特别适合 很适合他 对 特别适合他 我从头到尾 鸡皮疙瘩没下来 整个大力 太大了 好的 投票完成 好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这个舞蹈作品的票数情况 这是说的那个 薄牙抚琴 玉子漆的那个故事是吗 是的 为什么要编排这样一个作品 就感觉冥冥之中特别地适合你们 老师来说吧 对 因为舞蹈是我们的本行 是我们最热爱的一个灵魂的伴侣 之所以选择这个知音 其实知音是一面镜子 能够看到我们心照不宣的 内心的想法和冲动和热气 所以知音其实我觉得是 最贴合这个舞台 也最适合公子来表现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选择了他 其实舞蹈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的知音 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没有朋友 就像我不能没有舞蹈 所以老师也算是你的知音 对不对 对 是我的老师 是你的老师 是的 你是真的 以前他就是他的老师啊 我说一下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 是我18年的时候正在议考 当时我说 哎呀不会 这个主考官里有我平时在手机里 看到的那些大神的老师坐在那吧 我一推开门一进去 朱海老师坐在正中间 我当时胆子都吓坏了 然后见到朱海老师之后 他说 我想起你来了 那个当时花鼓灯跳得挺好的 那个小孩 我一下觉得朱海老师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非常有缘 我们之后又合作了很多的舞台 这样就慢慢成为了老师之间的关系 其实小语 不 抱歉 小语 小语 不认识 不认识 公子 诶 我之所以为什么一直会信任公子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几个字 一个是勤奋 一个是努力 最关键的还有两个字 叫做慧根 他有这个慧根 我相信这支舞蹈是他所有舞蹈里面 学的最短 最快但是最最难的一支舞蹈 因为他有这个基本功 没有丢 就是没有忘记他自己的那个初心 一直是坚守这个行业 所以我尊重他 也来到这个舞台和他共舞 我觉得太好了 对 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一样的 他跳起舞的时候 那个那种那个小范儿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运啊 太好了 然后呢 他的学生跟着他一起跳的时候 他的那种年轻的那种活力 在这儿足足的 还在跟老师学那个运呢 因为这种运是他需要时间的沉淀 你别看那个老师那个做一下那个动作 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就那个小东西是很难的 跳得这么好 你跟一个舞蹈家 那朱涵 那对吧 唐叶里边的绝对的 Top级别的这样的舞蹈家 你跳的时候毫不逊色 过奖了过奖了 对 朱涵老师是我们北京歌舞剧院的首席 我跟嘎子兄弟也是多次同台 我们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那就不用说了 都非常好的兄弟 对 你看这这好老师有 这桃里满天下 是不是感觉宝刀未老 稍微圆了一点点 宝刀圆润 宝刀圆润 说完了是不是该满足 你以为你 不能着讹 他会有一个 他会有一个 没有 救命 太牛了 你是我天天快乐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明如风 让爱振走所有的尘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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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舞者 谢谢 好 我们马上要看一下 最后这支舞的票数 在舞蹈作品 所以经过晚上 我们最喜欢的一支舞蹈作品 送给姐 有点拽 我们可以佩服 我们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票了 我们看到的票数对比呢 将会在 公子扮遮面和无人区玫瑰当中诞生 我们先来通过大屏 回顾一下无人区玫瑰的票数情况 来看大屏 十七票 也就是说公子的这个票数诞生之后 也将产生我们本季节目 可能非常遗憾 要离开我们舞台的第一位 蒙面的舞者 来看大屏 实际投票二十六人 其实他们走了谁都蛮可惜的 二十六人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满的 满高货 满跳 第二个满跳 让我们恭喜公子扮遮面顺利进入下一轮 所以在这里 离开我们这一季舞台的就是无人区玫瑰 是在中国元素这一块特别的少 好 根据我们的规则 因为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将会进行两轮的routine battle 所以我们请本场票数最高的舞者 可以选择他下一期的对手 以及可以选择他想要跳哪一首歌 我们先来听一听下期节目当中会出现的两首routine battle的歌 来请放 A.J 这个歌挺好听的 好 第二首歌 你跟你的融合一下也能跳 这个很适合他 又融合了 好 接下来我们请公子和姐有点拽 商量一下 谁可以优先来选择歌 同时选择你的对手 姐先选 谢谢 我选择第二首曲子 好 那么你的对手是 你选择公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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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选的时候 我早就预感到他会选择我 他肯定知道我喜欢第二首音乐 首先我很感谢姐帮我完成了我想要去跳这个音乐的愿望 但是回到蒙面舞王的比赛 我是绝对不肯退让的 该拿出自己最强的本事 就应该以最强的姿态去迎接任何的对手 姐还是姐啊 可以的 我们恭喜姐有点拽和公子 把正面成为下一期Routine Battle的对手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brave 愿意 愿意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